前幾天國內為了搶周杰倫大巨蛋的演唱會門票 在網咖出現大批人潮 遠景第一時間也來到現場 要查看看是否有可疑黃牛 因為國內黃牛集團氣焰囂張 包含國內大咖歌手或韓團 幾乎都難逃黃牛搶票 大量購票後高價轉賣 台中市警方啟動途牛專案 依循線索查核到一名流信工程師等五人 居然利用修改過的搶票程式 順利搶到四八張周杰倫的演唱會門票 然後再以高價轉售 初步估算佈法獲利高達三十三萬元 許多更民為了一讀 偶像風采 儘管售票平台票賣完了 依舊會使用超能力 透過各種非官方的售票管道 購買票券 不法黃牛看準商機 透過系統工程搶票 然後高價轉售賺取暴力 嚴重影響其他民眾購票的公平性 針對周杰倫演唱會 黃牛票亂相 文化部也激活一千三百件的檢舉 不排除將修法 提高相關法則 期盼能夠有效打擊不法人士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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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